我們就先以這個摩克斯的入口網站來講 您看到它右上角 你可以直接搜尋關鍵字也可以 或者是從右上角這裡有沒有一個課程 一樣可以進來 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從左手邊 這裡 我通常會選擇即將開課或正在開課 因為這樣你才有辦法加入 它如果是開課中 假設剛開始前幾週 就好像各位那個 平常有沒有加退選 跟它的概念是一樣 就是剛開始幾週還可以加入 還可以加入 所以沒關係 那已經完課的或尚未開課的 這個部分 有的尚未開課的它 也會開放但是比較少 多數是即將開課的才會有 即將開課才會有 所以我會從這邊選 那第二個呢你往下走 有沒有發現這有不同的分類 有沒有 有50個學校可以選 你在這個平台上 不是只有看到台灣的 也有部分是大陸的 也有部分大陸的 那你就可以找看看 有沒有發現 看看標題就覺得 好像跟平常 系上那種比較正式 比較八股 不能說八股 就是至少看起來你也覺得 比較輕鬆一點 輕鬆學力學 不會那個什麼力學 有沒有 理論這樣很難 每一個周數不見得一樣 我們剛剛有特別 你看親密的敵人 寄生重學 有沒有 像這個是最近剛開課而已 有看到下面有它的平台了嗎 對不對 所以 假設 像這個 開課時間就已經過了嘛 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沒有設開 那個 搜尋的條件 所以我通常這邊我會 把它勾小 不過最近的開那麼少嗎 不只 應該不只 應該不只這麼少 等一下我們可以真正到譽王 或者是share course去看一下 那另外有一個 因為我們剛剛是不是特別強調 摩克斯比較說 它是屬於需要互動的對不對 可是 現在也有一部分是屬於什麼 自學課程 也就是 你如果點修 你要選修這種課程的話 它已經告訴你 教室沒有老師在 沒有助教在 一切自主 就是我的課程教材放上面 但是呢 不會有考試 不會有那個 反正你就是自己學習 所以也有部分課程是像這樣 這樣了解 所以呢 像這個 如果你選修這種也可以 我先從這個好了 因為這個正在開課 你就按下去 那待會它會帶你到浴王那邊 因為這個是浴王 你在選修這個摩克斯的時候 他們都會先做一件事情 第一個 一定會有一個所謂的 課程簡介的影片 告訴你這一門課 我要上什麼內容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 以後的教育 是比較像商品化一樣 不見得一定是賣錢 但是呢 我必須要先吸引你的目光 要想辦法把這個課程 包裝也好 或者是說 我們講說行銷的部分 一定要做得比較完整 那他都會把這些 課程的簡介 然後目標 都寫得很清楚 寫得很清楚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課程時間 那邊 有沒有發現 這樣就上完了 真的沒有18週 這好像是幾週 七八週 你看 適用對象不限 先輩之士不用 所以他有的是比較希望是屬於社會大眾都可以用的 所以他就不用開那麼多 你看總共12週 一個禮拜才一個學分 一小時而已 有沒有很輕鬆 那如果你是屬於像這種 說正在進行中的 他常常會告訴你說 下一週課程都已經出來了 請你可以先看 會類似像這樣 所以如果你確定OK了 你可以直接到這裡 他有一個前往 來 這裡有一個前往 你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你跑到哪裡去了 是不是跑到育網這邊來了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要麻煩你 先在育網這邊做一個註冊 做一個註冊 那一樣就帳號免費 這個沒有收費的 所以你註冊完之後 就可以直接報名學習這樣 這樣OK嗎 可以 那我順便稍微提一下就是 我們看看好像看起來 目前真正有開課的 或即將開課的 好像只有零 有沒有發現只有一個 事實上不是 你看看這邊 你看我們的育網首頁 你往下走 這裡有所有課程 一樣的 你把這裡即將開課 你可以搜尋一下 等一下 換一下 即將開課 有沒有發現 多很多 這樣知道為什麼 我跟你講不能只來這裡了吧 來這裡你可能就想 老師我今天來錯地方了 因為學習一點都不開心 只有繼承寵可以學 這樣不行 對不對 所以 因為很多是沒有補助的 就是沒有透過教育部直接補助 所以不會在這邊直接出現 你看 這個也是人生裡面 會遇到的對不對 怎麼面對死亡啊 對啊 有沒有真的比較不一樣一點 所以 真的 我把畫面還給你 今天好像我應該講到這裡 我就可以回家了 因為 你有 已經有 學不完的課程啊 對不對 那你加入這些課程之後 請問 他的課程結束之後 你的 教材 能不能再看 能不能你想到說 我記得我以前選修過什麼課 然後回去再看一下 答案當然是 Yes 可以的 所以你有選修過的 比如說 我發現這門課不錯 可是呢 你不見得說 現在有時間 你也可以先怎麼樣 加入 反正 一切的學習都怎麼樣 開放的 自主學習 所以你如果說 沒有辦法 你的時間沒辦法跟他一起搭 那你也可以等課程結束之後 你再自行的怎麼樣 回去複習 也是OK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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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